处理违剑慢板拍 台中市议员吴沛云在议事堂上指出 台中市尚未建制违剑查报系统 直呼落后台北市 另外违剑拆除率不到五成 就担心发生公安意外 要求市府应该建立相关查报系统 让民众做查询 这个系统我们做不做得到 市议员吴沛云说的就是 违章建筑的查报系统 台中市跟不上台北市 要求市府应该比照办理 最近度 有一些涉及到个职法 跟相关的个人资料的部分 我想个职法或个人资料 它是可以处理的 秀出南屯中和里 一处户归屋的违剑照片 吴沛云就指出 违剑不但有公安的疑虑 更严重影响到交通的视线 根据市府统计 台中市有10万户列管为新旧违剑 但是市民却无从得知 建议市府应该要在网路上公开 包含违剑的列管时间 以及案件字号等栏位 供民众做查询 就是说对于别的县市 有好的做法 我们一向都会来参考 那会不会来做 对我想我请杜帕局这边去 研看看台北市怎么做 因为台北市政府 假如可以做得到 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 另外针对新盖的违剑拆除率 议员也痛批 今年的1到9月数据显示 每月新增300多件的违剑 但拆除率却不到五成 落差极大 到9月总够拆了1286件违剑 好我刚才讲你们平均每个月有300多件 所以到1到9月的时候 大概是2734件的新违剑 但是总共拆了1200多件 所以拆除率还不到五成 也就是说今天 若台东市政府都发局 这边拆除的速度 不够快的情况下 其实新增违剑也会不断累积 而你们拆除的速度又赶不上 这样的话违剑的总数 当然就掉不下来 违剑拆除的速度 赶不上新增违剑的速度 万一发生公安意外 市民的安全谁来把关 我们下期再见